今天還有媒體問到他 是要做Kim還是要做Kimmaker 他今天講的表明 他說我已經出社會 已經出這麼多年 做老闆做三個幾年 哪有在做Kimmaker這個道理 就是Kim 我一直以來都做Kim好不好 所以本來今天傳聞 今天就要宣布做Kim 是嘛 可是他問你 本來今天就要宣布了 今天要宣布做Kim 後來發現如果今天宣布的話 他一切的動作 就會到今天停住了 因為國民黨就會祭出動作反制 就不能再像今天出現 林菁姐這種場面 你如果今天宣布的話 從明天開始 你再跟郭台銘的話 就是違反黨紀 所以他們也知道這一段 打算等他去美國之後回來 再說宣布 然後所以這個戰場 又可以延續到8月 那還可以這樣子暗暗昧昧的 因為不會讓這些國民黨的小雞 馬上就沒有可以登場的空間了 所以你就知道這種政治的美感 所以本來今天要宣布 我認為我要是郭台銘 反正我只要先講一個時間 你們就新聞做一次 然後所有的小雞就焦慮一次 我再講另外一個時間 你們又再焦慮一次 我就一直消費你們 一直給你淋滴啊 你今天他要宣布這個消息 來源是大家哪來的 本來就在新聞圈都有傳出來說 今天他有一個重大的事情要宣布 不是說8月的時候 大家不是說823嗎 後來又沿到這個說出國回來 等到去美國 其實大家去打聽就知道了 郭台銘今天去土城參拜的時候講說 他要展開一個月的祈福之旅 那意思就是說 接下來還要還一個月的時間 但靖平哥剛剛爆料說 原本郭董在今天就要宣布參選了 為什麼喊咖 是因為國民黨可能會直接開殺嗎 這是這意思嗎 當然傳聞也有說 他的幕僚也有建議他 等去美國回來 再做決定或者是宣布 所以等到這個周日他去美國訪問之後 回來了 然後他再還有一個 一段時間延續 一方面 你不要看他最近這幾天的民調 剛好有一點走下滑的趨勢 然後所以也有人講說 你一旦宣布的話 就一翻兩瞪眼 要嘛不是慶祝行情 要嘛就是完全沒有慶祝行情 說往下跌得更深 然後接下來 如果一旦宣布的話 是不是 就是國民黨現在 剛剛不是在講徐曉星說的 殺法刺激很重 你如果現在給他宣布的話 那非有即敵啦 那你就沒有任何迴權的空間 任何像今天林金傑這種 小姬就沒有命運樂期可以站台 類似這種林金傑跟他這個類同台 或者是怎麼樣的這個 蹭在一起的這種場面 就不能喔 會有黨紀處分會很危險 所以乾脆就把那個戰線再延長 一般來說 在這一次他今天 本來傳聞說今天要宣布 沒宣布的話 他等到這個禮拜天去訪美回來 戰線就會拉長到8月23 就會拉到8月中下旬 當然這對國民黨 對侯友宜對柯P來說 我覺得都是一種折磨啦 但你自己觀察 郭台銘是要宣布還不要宣布呢 一宣布國民黨都開招 不宣布的話 大家也會覺得歹戲脫膨 現在看起來民調 已經開始在下滑 我覺得他會想宣布 但是因為現在還沒有爭取到 他要的籌碼跟東西 他的籌碼是要跟誰要的 包括跟這個民眾黨 和這個柯P 然後雖然他們不跟他接觸 或者是想盡辦法躲他 不接他電話 因為這些都是 但是將來他要去各方去累積他的這個資源和能力 如果他打算獨立參選 連署人數的話 那些都是他也要拿到的這個東西 那跟國民黨這邊 我認為他是比較屬於 已經不可能了 因為不可能換猴了 所以主要是在他那邊個人獨立 然後跟這個白銀跟柯P那邊 然後還有獨立參選的這個 將來有沒有談這個 就是朱立倫之前講的 在野聯盟的這種非綠聯盟的一個空間 所以當然這要決定在這個郭董 因為他這個人就是很強勢 只是說他現在因為還有一批人 我聽到是還是有一直在勸勁他 就直接宣布撩下去 不要顧及那麼多 那包括有一些議長 的確也是這樣 我們都會幫你會挺你 所以讓他心飄飄的 是有這樣想的 我是賴清德 預祝三立新聞網 十週年生日快樂 大家好 我是新北市長何友宇 恭喜三立新聞網 十歲了 祝三立新聞網生日快樂 祝三立新聞網 十週年生日快樂